破壞一國兩制的國安法 他的時候差不多香港人 我走不出來 但我們商量香港人一定堅持抗爭 而國安法本身也是一個破壞香港法治 鄭若驊是罪杯禍首 他說國安法和普通法 用普通法去解釋國安法 就是一個不切實際 折罵一次就這樣 很明顯鄭若驊現在就是在出賣香港 我覺得大律師公會應該將它隨便 因為怎可能一個大律師 一個律政司說香港不實施 沒有法假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清楚 他是在出賣香港法治 而香港本身是最差的都未來到 但是我們一定會繼續堅持的 今天是百分比真能是百分之 Tea 虛首 and fifteen power of 1,600人 那裡是一堂安51一堂安 的那裡是年藏堂安排的 And DOJ的用誣判解 to prosecute ifor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reatening people of Hong Kong not to come out in opposition of all the draconian measure that is coming especially the natural security law this political prosecu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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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